陳誠這個以前來過我們節目嘛 好像你一開始這個認識 丁春誠的時候 覺得這小子怎麼那麼沒禮貌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也不是說沒有 後來知道他們是不懂 不懂啊 像以前我們剛出來的時候 對 都會教育嘛 就是見到人要打招呼 是啊 演藝圈有一個倫理啊 對… 禮貌很重要 這樣裡面都會講 是見人要叫或是怎麼樣 對… 他們後來這個 比較後期的人 好像都沒有這個習慣 因為你… 你當然應該算是心境人員 如果你碰到這個叫做什麼 豬哥 不是…叫什麼豬哥 男兵啊 校哥還是天哥的時候 對啊 你總是要先開口打招呼啊 你沒有打招呼啊 這個事情呢 就是要回收到我第一次跟他拍戲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起拍過一部戲這樣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我們四個人都有演 就是… 不是 三個人 藍軍天 我 高麗霞 就所謂的時尚F4裡面 有三個人演的這部戲 對 然後跟他一起演 就是真正F4 對 他是大哥 他是我們… 大哥啊 大哥 現在知道講大哥就好啊 對 然後結果呢 重點是就是可能第一次見面 因為我是一個就不熟的人 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講話的那種人 你是說你會害羞不是吧 我會緊張 會緊張 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F4耶 F4耶 大明星耶 對 他是F4耶 他是大明星耶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他講話 如果我跟他講話 他會不會覺得說你很…你幹嘛 你是要來談關係還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很避免這種事 我的生活也是這樣 然後呢 就… 我就沒有跟他打招呼啊 然後問題是你這個舉動就 被我們天哥就記在心裡了 對 然後事隔多年之後 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講這些話 就是 說你知不知道那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之類的 然後我就才知道我說 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其實我不是不理你 我不是沒禮貌 我不是沒禮貌 我是… 是有一點害羞 或者是反而更客氣了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 應該是很難接近的 所以我就盡量遠離他這樣 但是一旦熟了就很好講話 熟了就OK 當然熟了就OK 那後來你們兩個是怎麼樣變熟的 哪一件事情讓你們熟了 還是到現在都沒熟 我看你們現在還衣服很不熟 沒有 就剛好一起拍戲 然後就順路載他 有車子順路載他兩個 就車上就聊了…就這樣 就是你開車載他 對 那還不錯嘛 他還會邀請你上車 你看看 那你怎麼沒車呢 不是 因為我那個車 是為了工作才租的嘛 對 他們車都放台中 我就台北來回 我說我一個人開也無聊 對 他是因為無聊才找你的 不是說他的 想說省點閒著對不對 省點錢 省點時間什麼 就這樣下去就跟他聊比較多 對啊 後來又 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不藏私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碰到一個這樣的前輩 他指點我 讓我學很多東西怎麼樣 那我也是覺得很感謝 這個前輩是名人嗎 是啦 可以講嗎 不要講好 不要講 謝謝他啊 為什麼 他會害羞嗎 算了… 前輩有點坎坷是不是 前輩有點坎坷 好… 那這個這位前輩 自己心裡知道就好了 孝天是很謝謝你的 然後我就 也就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OK 但是就是做了 可能做了十年吧 就被人家 被人家罵的成分 大過被人家感謝 我覺得他們今天坐在這邊 都不太講話了 還蠻妙的 也許男生跟女生在一起不一樣 我女生在一起很少會這樣 因為我後來才加入這個空間 然後我要先熟悉一下 然後並且我要先看一下 我可以講到什麼程度 他來我家 我們兩個也是這樣看電視 就是看電視然後聊天 OK 那我學到一招了 對 所以女生在一起也不要那麼累 一天這樣咳嗲咳嗲 我比較 我因為有不了解 女孩子湊在一起的時候 對啊 很累耶 哇 我怎麼老了這麼多間的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朋友在一起真的也不要 記得咳嗲咳嗲也很累 因為平常我們講話已經很多了 但是有時候 你又要跟你的朋友 保持一點互動對不對 所以在一起就是看看電視 或者是欣賞一個什麼書本什麼 都很好 太棒了 OK 好啦 那你們現在 你們兩位的話就是說 最近有合作什麼作品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 校天最近要推出的是叫做什麼 那個記得我們有約 記得 你到底記不記得啊 騙你要記得啊 那你記得我們有約裡面演的跟 十一年前的那個就是 流星花園裡面F4那種花美男的 應該有不同的挑戰了吧 大部分都演第二代 就是有錢的富二代 大部分都演 那你知道丁春成 真的就是有錢的第二代 我知道啊 是富二代 我要好笑 因為我去年在內地也演了一部片 就叫富二代 就叫富二代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是富二代 本人也是正父的父 我也是富二代 你也是富二代 就是正父的父 OK 所以那個校天 你面對這位這個小老弟對不對 然後他其實 他其實就是也有他自己的才華 可是他的成長背景 跟你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你會覺得說 看到他們這種真人的富二代 會有一點覺得說 你們哪裡知道人生的辛苦啊 會有這種味道嗎 不會 人都是這樣啊 我從來不知道朱孝天 是這麼靈性 就是很靈性的人耶 那丁春 你的業是什麼 你要不要直接坦白從寬 我的業啊 就是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他說我的業是什麼 不過 不過一路上來 他倒是真的提點我很多事情 要叫我注意我很多事情 然後再教育我很多事情 比如什麼呢 你覺得他講過什麼 你覺得講得真的很有道理 給你來講就是說 有很大的這個收穫的 就有一次影響很深刻啊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在聊天 聊聊 講到最後 好像有一點點生氣吧 他說我不要跟你講啦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溝通 他就說我不知道怎麼跟你溝通 然後他說好 就這樣 他就不講了 不講了之後過了三天 他說打電話給我 他說丁春 你在哪 我說我在家啊 怎麼了 他說我有東西要拿給你 過來拿 就叫我過去拿 然後啪 就掛掉 我就開車過去 我就開車過去 我想說什麼東西 然後又過去拿 結果他就拿了一個紙袋給我 一個成品的紙袋 他說這給你了 我說這什麼 一打開 裡面四本書 第一本 第二本 莊子 第三本 孔子 還有孟子 天啊 四書 我說那五金呢 對 五金下一部給你 下一次給你 我還是找那個漫畫版 對 他說這個你比較看得下去 很難找 所以你那個四書裡面 那個是漫畫版的 漫畫版 對 那個早期 早期蔡志聰畫的 我很小 我大概十歲就看過 他說他自己也很喜歡看 所以他覺得 而且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都還沒摸透 裡面講 那我比較好奇你的態度 春晨 你拿到那四本 孔子 莊子 老子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就拿回家 把那個書拿起來 然後放在我的桌上 然後放四本 然後我就這樣 老子 孔子 莊子 你們好 各位夫子好 然後我就 就 我現在該要做什麼 這是我的答案 你要打開來看啊 你要做什麼 不是 這是他給我的答案 對… 但是他給我的答案是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他要我自己找到 對… 他不會直接告訴我 任何事情的答案 沒辦法告訴你啊 他不會告訴我 不是 這個 這一對很深耶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呢 所以我常常就說啊 就是如果他活在古代 他已經是一個歸隱三中的人 然後是一個寫詩 然後每天喝酒耍箭 就是這樣的人 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這樣的人有可能 對啊